周口西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空中结属试验种植取得了成功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西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空中结属试验种植示范大棚 一株株大型红薯树的藤蔓 环绕棚架 蜿蜒而上 覆盖棚顶 树藤闪现的几片黄叶标志着红薯丰收在即 这空中结属啊 它是黎中的这个潜优的做钻木 例如它这个原理就是栽在土里 它的营养长上面跑了 咱叫它指定的位置 叫它去结个红薯 结红薯 你叫它简单简单点 它的意义在下来 它的意义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多年来红薯都是栽在土里 结到土里 那么我们叫它结到空中 这是一种新的栽培模式 也就是说种植方面的一种创新 据了解 如果温度和光照强度控制合适 现有的红薯品种都可以培育成红薯树 经过红薯无土栽培育苗 定值移栽环节之后 红薯挂盆6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今天洗瓦县东口红薯结束 去带圆满成功 单独重最高达到40多斤 我们下一步 将军应多品种实验种植 推动瓦县输业发展 打造洗瓦天原品牌 为广广东野注入新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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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